曾國慧是第一位紀律部隊首長 掌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他形容是全新挑戰 但相信可以升任 但是憑我過去這麼多年 在政府的行政管理經驗 加上過去跟不同的內地部委 合作和相處 我相信我都可以升任這個工作 至於新的工作上 接下來我有幾個工作重點 都是要緊緊去推進落實 包括接下來有幾個重要的選舉 今年稍後會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 或者明年的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的選舉等等